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朱元璋片 16岁 离家远行 朱元璋在黄爵寺半鸡半饱的小和尚生活只过了50天 作为新入寺的一名新和尚 他年龄最小 地位最低 所有扫地打水做饭上香之类的杂活全是他的 吃饭时他却是最后一个 干了一天活鸡肠碌碌 到口的却常常只有半碗残茶剩饭 朱元璋在家中虽然也吃不好穿不暖 但毕竟是家中的老小 从小到大都是受关心受照顾的角色 到了庙里实在难以适应 有一天打扫茄篮店 一不小心给前蓝像办了一下 朱元璋正以肚子怨气无处发泄 顺手就给了佛像挤扫帚 过了几天 大殿香岸上的贡品被老鼠给偷吃了 老和尚责骂朱元璋不好好照看 朱元璋更是生气 心想这个泥台菩萨大模大样的坐在上面充当神灵吓唬人 连自己跟前的贡品都看不住 害得我跟着挨骂实在可恨 于是拿了支凸笔 在前蓝菩萨塑像的背后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 发去三千里 意思是说将前蓝菩萨充军发配三千里 少年朱元璋性格中强悍泼辣的一面 在这些细节中被保留下来 谁曾想这半鸡半饱挨打受累的日子 后来想起来居然也成了甜蜜的回忆 不久权献大击 寺庙里的粮食也迅速空了下去 第五十一天 老和尚把几个和尚叫到一起 宣布粮食已尽 只好封仓叫大家各谋出路 对朱元璋来说 唯一的出路就是乞讨了 因为虽然当了五十天和尚 但还没来得及学习念经做佛事 别无谋生手 寺院生活唯一的收获 是把他从一个农民变为留起的时间 推迟了五十天 而且还给了他一套 比一般乞丐体面一点的行头 一套僧装 一个牧鱼 一只瓦钵 一般的乞丐叫药饭 他则可以聊以滋味地称为画园 明目虽翼 内容则一 虽然是自学成才 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 普貌雄强 颇有可观之处 请看 他是如何在《黄陵碑》中描述自己的三年流浪的 居为两月四足风仓 众各为济 云水飘扬 我何作为百无所长 依亲自辱 仰天茫茫 既非可依 驴影相将 突昭烟而极尽 木头古寺 以驱枪 养穷癌催围而以弊 听圆堤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密 父母无有 致落魄而畅阳 西风鹤立 鹅者利已非双 身如棚竹 风而不止 心滚滚乎若废汤 一幅云乎三载 年方二十而强 这一百二十字 是关于朱元璋流浪生涯的唯一记载 文词直白 情词并茂 把少年朱元璋流浪路上的 行单影之 艰苦悲凉 表现得相当动人 可惜 相对于流浪生涯 对朱元璋一生轨迹的重要性 这一百余字 无疑是太寥寥了 我们必须在这一百二十字之上 深入探索 来推断这三年风雨 对它的影响 当朱元璋背上破包袱 提上木鱼和瓦罐 走出黄爵寺 破败大门的那一刻 世界在他眼里变了 在此之前 他朱元璋是被许多套定位系统牢牢定位在大元社会的一个细胞 无论是户籍本 加普策 还是和尚杜碟 都表明他是被这个社会牢牢控制着和规定着的 他是大元朝 豪州府 中立县 太平乡 孤庄村的一个男丁 是朱氏和陈氏家族亲亲往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节点 精尾分明一目了然 他的未来生活本来恪守三纲五常 相归民约 信奉鬼神 尊敬掌上 安分守法 勤苦成家 春重秋收 娶妻生子 生老病死 可是因为这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 他身上所有的链条都被扯断了 父母不存 兄弟失散 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 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 官府不再管他 家长不再管他 甚至现在连寺庙也不再管他 平生第一次 他一无所属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定位 现在展现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 失去了家庭和寺院的庇护 他就像一只断了揽绳的小船 任何一个大浪打来都有可能吞没他 他深知从此之后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了 他沿着乡村小路一直向南走去 老和尚说南边年景好点 路边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 经过一个大村子 他挑了一家高门大户的院子 有点胆怯地扣动了门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